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行情都有所迟疑的时候 它诞生出来了 它就是告诉我们台北股市 它永远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节目里面 蜀方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要去做宣布 希望投资朋友要抓紧今天的节目 把握住一些的时间 跟上蜀方未来里面的规划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等一下会详细的告诉大家 大家千万不要遗漏到 我今天重大讯息的一个宣布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 它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K棒 而这个关键性的K棒 如同我昨天说的 因为台北股市在这一次KD指标 是在日KD指标指标50附近做正交叉 它一定会供过前高 就是15757点 昨天的量是2590亿 2590亿你就能够攻克 这个15973之前高档的一个量 这个量是3300 这个量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最大量 这个最大量里面是在3303亿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盘 带出来看 在今天里面就一个实物操作 而技术面操作的人 你今天不可以去做追高 你顶多就是震荡的时候去做低接 为什么 它今天这个带量式的K棒 称之为关键性的K棒 替挑战了15973 那就代表这个底型 它是成立的 所以台北股市在未来里面来讲话 多空决战6月天 这个看法上面 我客人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的台北股市 我们到底在大盘之中要如何去做一些的进行 第一件事情 我说就技术面而言台北股市 从长线上面 它的底部它已经确立 它从一个区间复合底型 大的M加W不断的形成的过程中 一直到昨天用2500亿的量 它去做突破 在今天用更大量 它去突破了前高15973 它告诉我们底型是确立的 也就是说它从区间相形的复合底型 它变成一个上升股票相形 我画给大家看 上升股票相形 只是在今天的高点 它已经点到这上升股票相形的上元 所以你在这极短线上面而言 你要去尊重 五日均线正乖离太大 它是震荡在所难免的 但是如同鼠方说的 我说业内主力中实户 它会看技术面 外资它会看技术面吗 它不会看技术面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外资只看前朝 钱在哪里 掌握住前朝 投资朋友你应该也要留持 也就是在股市之中 我们就是掌握住 每一次赚钱的机会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就必须了解到 如果站在极短线的立场 物过度的追高 它来自五日均线的正乖离太大 它震荡是在所难免的 可是如果在这一次的震荡 它回撤这一次的多方缺口 因为今天出现个多方缺口 它的一个下缘是15961 五日均线它又能够守的话 短多它就持续的进行 KD指标到了指标80的时候 你就要记住 有量有价 它才可以动化再攻 如果量一旦缩掉 譬如说你现在出量对不对 使得KD指标到指标80的高涨区 你一旦量能缩掉 你可能来讲话 你要记住 因为你的KD指标不是在低档 不是在指标50 不是在指标20 你是在指标80的高涨区 一旦量缩 你也不可以去做追高的动作 你日KD指标 目前就是交叉向上 而且不是今天才交叉的 它早就已经交叉向上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偏多到交叉向下为止 目前带量式的K棒 它已经扭转了复合底型的形态 它形成了什么 变成上升相形了 就低点它会越电越高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 这一次我说外资 它不管你齐选限的 应该说它主要管的是 期货选择权限货市场 它这一次就是趁盛追击 在期货的多单 它管你 它在之前面把你讲得多难听 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不要钱的最贵 我们台湾先生 谷月涵先生说 12,629点会再破 会再来 你看到了吗 你不但没有看到12,000多点 你看到的是什么 16,000来了 Morgan Stanley大模的部分 他说第一季要破底 没有说破 结果没有破底 现在又大家恐吓他家 所以我说行情永远在什么 危机跟转机之中 它诞生出来 所以在这一次外资 它极力的因为要滚动前潮 滚动台股 在期货选择权限货市场上面做多 它在之前偏空的股票 台湾股是成分个股 哪一个没有进来买 所以如果我们以指数的观点上面而言 如果外资期货选择权限货市场上面 持续的同步的偏多 那多方就持续的进行 可是你来看内资的市场 在今天的内资的市场就比较不一样 内资的市场 这些老业内 老主力 中石户 他基本上也言 他会注重技术面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五日均线的跨离很大 他就会认为震荡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今天的OTC没有过高 OTC是没有过高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就可以去了解到 我说16500点 是台北股序的主身段 至少的满足点 在16500点之前 大型股 小型股都会动 等到完成之后 中小型的个股 它的活泼度 扩延波领会更重要 所以这就是你要好好去做一些把握的 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疑问 就像在鼠方在这个节目里面 永远给你一个未来 你回头去想想看 从去年的十月 到今年的一月跟二月 到这一次的三月份 我都跟大家讲说 这一次里面来讲话 我们就要知道 多空是决战六月天的 在四月在五月 它是在技术面之中的拉回 你要有一个勇气去做风低 去做布局 我说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 永远是懂得什么 去播种 去播种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一张字卡你在什么时候看到的 你四月份就看到 我还把日期写给你 5月15号公布第一季财报 跟四月份营收的时候 利用利益空之中去做低接 然后再影像向上 然后再过来 大家都认为非电是主流 你看在最近电子股 有没有去涨 有没有去涨 这就是大家应该去做一些 思考的部分 所以我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非常的开心 要宣布一件事情 其实了解蜀方 看蜀方节目多年的投资朋友 都应该知道 蜀方在过去里面 每一年都会举办 全省的北中南商场 全省的演讲会 就是希望能够跟投资朋友 面对面 手把手 心连心 帮助投资朋友 能够掌握住 每一次台北股市 赚钱的一个机会 蜀方绝对不是一个石多头 我也不是一个石空头 在这一次里面 这一次的演讲会 我会帮你规划 2023年 一路到2024年 明年里面的行情 它怎么走 但是在这两年之中 它的行情 它是诡谀多变的 它要不断的change and change 它是来自于资金面的改变 所以你要有很多的变化在这边 所以它还有很多的美感 你要去做掌握 那就是你一定要赶快报名 我在这一次 6月3号跟6月4号里面 在高雄 台中 台北的三场演讲会 也就是6月3号早上10点钟 它是在高雄 6月3号下午2点半是在台中 隔一天也就是6月4号下午的2点 我们会是在台北来举办 这三场的演讲会 而这三场的演讲会 我就是要帮助大家 用钱来滚钱 赚钱才会最快 翻滚你人生的命运 翻滚你的财富 让你的财富有机会在这边倍数翻 所以在这里蜀方也告诉大家 蜀方真的很想大家 要不是COVID-19 每一年蜀方都会在高雄 台中 台北 与各位投资朋友见面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蜀方准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绝对不是临时起意 你可以看得出来蜀方这个资料上面有多大 这个资料上面有非常多非常多 从2023年到2024年 可以帮助你的一个方式 而且在这一次的演讲会里面 我有几个重点要来告诉大家 你一定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蜀方可以把日期写得这么清楚 而且可以把行情上面规划这么清楚 因为我有我的一个技巧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也会来告诉你 所以你在这一次你要掌握住钱潮 用钱来赚钱真的是最快的一件事情 蜀方其实也是出生小康家庭 我大学的时候大一我父亲就过世了 那我的父亲是一个军人 所以我们正在这个属于的 这个单就是说单亲妈妈在大一之后 就由我母亲一个人抚养整个一个家庭 然后也因为如此 我们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他都很生气 可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不在股市之中去赚钱 你想想看 蜀方如何要从小康翻成现在的财富 我不能够说我是有情人 但是我衣食无缺 就是我掌握住一些的关键 每一次股市之中可以赚钱的时候 我都不去做放弃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也能够掌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让你的人生之中的色彩 变成彩色的 那我们在这一次里面来讲话 在台北 台中 台南 这三场投资的演讲会 我会有给大家一个多空的关键密码 165 168 175 这什么意思 你了解吗 You got it 你了解吗 165 168 175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中间的关键性的转折密码 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要如何面面俱到 为什么在这一次 整个一个行情 它是轨迫多变的 我们必须要面面俱到 除了从资金面探讨之外 我们要从总体经济面 个体产金面 基本面跟技术面上面 帮大家破化 规划整个台北股市 两年之中的行情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想要知道 这两年之中 股市之中的变化 如何去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在这一次高雄 台中 台北的演讲会 你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在这里面来讲话 也会有一些技术面的教学 就像之前 我不能说过 我不能说蜀方是一个古神 绝对对的 但是你看蜀方的节目 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你很清楚 蜀方永远说实话 我在这个过程之中 掌握行情 我的准确度高不高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要了解到 如何去用技术面 去掌握一些的行情 用技术面去规划 一个多空的一个境界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会给你技术面的教学 让你闯荡股市 不会吃亏 我们说 帮助人家 赚钱之外 还要交给人家 钓鱼的方式 你这样的话 你才会永远无匮乏 在股市之中 因为它是一个 马拉松式的赛跑 大家都要不断不断的 一个进步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蜀方就是希望与你 面对面 大家一起进步 一起在股市之中 掌握住财富 当然有快问快答 你敢问蜀方就敢答 不管是任何的股票 你只要敢问蜀方就敢答 在这一次里面来讲话 我们是收非常少的一个费用 来举办的一个收费型的 我说不要钱的都是最贵 你看外资的报告 骗了你多久的一个时间 不要钱的东西都是最贵 但是你放心 我们只收少少的 这个资料 场地费 但是你只要来 参加过蜀方的演讲会的 投资朋友都很清楚 我奉还给你的 让你听完演讲会 在股市赚到钱 至少都是一倍 十倍 百倍的奉还 我有没有说错 你参加过过去这几次的 你都非常的一个清楚 所以我豪股给你报报之外 我会加倍奉还 你这一个部分 我也知道说 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有些有参加过蜀方 过去里面的演讲 有些并没有参加 我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要把你的人生的财富 快速性的累积 在这一两年之中 那你高雄跟台中 台北的三场演讲会 你就不可以去做一些的错过 因为蜀方真的 真的希望在这一次里面 大家好好地把握 这一次的行情 但是因为 就过往的经验法则上面而言 大家应该知道 蜀方在推出演讲会的时候 往往一两天之中就爆满 那我再去找场地再扩充 也没有办法扩充的非常多 有非常多的人进不去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 要求说要坐地上 要站着 可是这样子对演讲的品质 或是对观众朋友 投资朋友你而言 主方会觉得过意不去 那我们也很怕电话会爆线 因为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 那我有说过 名额满的时候 为了让演讲的品质 可以持续的维持住 那你这个过程之中 担心电话打不进来 那你可以有两个动作 来完成蜀方 在高雄 台中 台北 三场演讲会的报名 一个是加入LINE 加入我们的LINE 小老鼠 QUEEN 打QUEEN 女王 88598 然后这个时间点 你就可以填写你的一个表单 那如果你是真的没有办法 那你再打电话进来 因为我主要是怕你电话打不进来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投资朋友 你想蜀方吗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想赚钱吗 你要掌握住前潮 让你的人生的命运 从此开始扭转 如同蜀方一样 我从现在里面 假设我就从这个舞台上消失 我也可以给你保证 我觉得吃喝不用愁 这一切一切都来自于什么 都来自于操作 从实务上的操作 从法人的操作 到整个这个时间点 在这一个会员的操作 我相信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都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想要缺席赢家的行列吗 我相信你一定不想 所以2023年股市的赢家 不想缺席的投资朋友 蜀方与你相约 我们在未来里面 高雄 台中 台北的三场演讲会 蜀方会与你 共创2023年的财富 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滚动前潮 掌握住前潮的观众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加入LINE 混88598 填表单 以及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去做一些的联络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就如同蜀方说的 这一次里面真的因为COVID-19 蜀方跟各位投资朋友 已经久违非常久的时间 蜀方真的很想你 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想不想蜀方 其实在这一次里面 蜀方是很真心诚意 来举办这一次高雄 台中 台北 三场演讲会 因为我有太多的事情 要跟投资朋友 做一个很清楚的交代 而且是一个面对面的交代 因为2023年到2024年 台北股市的确是有行情的 但是它是变化不断的变化球 它要change and change 所以你要跟紧一些蜀方的脚步 你才有机会成为股市的一个赢家 不然的话永远 你在该赚钱的时候不赚钱 不该赔钱的时候你大赔 不懂得控制风险 创造脆大的一个利润 如何在股市之中你成为赢家 所以观众朋友 你要仔细的想想看 从这一次里面 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15757会过 会过 然后2500亿这个量化出来 我说就是要挑战之前的钱高 有没有一一做验证 再过来我跟大家讲说 当一个复合底刑就是在考验你的持股的信心 跟耐心的时候 你有信心吗 你有耐心吗 三天之前你有想过台北股市 从此就攻过了万六 久违的万六 好几个月来以色列 最高的一个点位 就在今天出现了 所以有太多的东西 是你不能够去做了解的 可是蜀方在之前是不是就告诉你说 之前人家冯高卖的中石户 在第一季财报公布完毕之后 从5月15号 是不是第一季财报公布完之后 他就要开始买进了 而且我还告诉你说 电子的地位会不会开始改变 这都事先告诉大家 我当然在今天里面 也可以一直跟你讲绩效 我已经赚一倍以上的创意 世新 对不对 我说我也跟大家讲得很坦白 我说创意跟世新 不是人人都买得起 如果你要低一点的价格的话 200多块钱 这个时候在这里 我说爱普 今天有没有到300块以上 不管怎么样 我都告诉你的加登 今天有没有回到380 重点是你有没有在这边买 加登外来的故事上面还蛮多的 我说既美食跟所谓的经营生计 各个生计各股之后 我是不是告诉你4740的黄奖 也是创新高 所以在这种过程 我说2204的中华车 我说富贵干嘛一定要选中求 你不能够稳中求 60块钱出头的一个中华车 我说80块钱以上就随便你了 所以你都可以一一得到一些的验证 所以蜀方在这些的个股上面 我每一年都能够达成 给会员一倍以上获利的个股 在这个节目里面 你看我的节目 你也可以发觉到很多的个股 我不是等到涨上来才说的 所以就告诉你说 蜀方可以去掌握住很多 你不了解到的讯息 才会有出现一些关键性的密码 跟时间在这里面 所以165 168 175 你要了解到原因是什么 你一定要趁着广告时间 赶快在LINE上面 会88598填表单 或是打电话 面面俱到 在变化多端的变化球的股市里面 我帮你去掌握 2023到2024年一路的行情 好股爆爆就是要参加会场上面 高雄 台中 台北 会商场 会场的投资朋友 你来这边给我时间 我加倍奉还给你 不管是在未来股市赚钱的财富 不管是在未来股市赚钱的 一个所谓的工具 教你钓鱼的方式 这都是在高雄 台中 台北 这三场演讲会里面 蜀方要去做到的 蜀方一直记得大家 蜀方也一直感念着大家 蜀方也一直一直非常的感谢 在这几年之中 一直支持蜀方的投资朋友 蜀方惦记着你们 蜀方也想着你们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来讲话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愿意做这么大型的 一个演讲会 真的是想要回馈给 蜀方所有的粉迷们 也是在这种过程之中 蜀方想要让自己 因为毕竟来讲 蜀方已经不年轻了 虽然我号称永远的30岁 但是蜀方毕竟不年轻了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 还在舞台上面 这几年的时间 把我所知 把我所学 全部贡献出来 也希望投资朋友 能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好好的学上一些的功夫 在你未来的一个人生的财富上面 能够滚动你自己人生的前潮 掌握住每一个赢家上面的机会 不要在每一次的一个股市的多头里面 你就缺席 所以蜀方在这一次 6月3号 早上10点钟的高雄 下午2点半的台中 跟6月4号下午2点钟的台北 蜀方与你有约 共创未来的股市 财富 让你自己的人生变成财社的 让你自己里面来讲脱贫 变成一个有钱人 这都是非常非常有机会 我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就在这里 大家应该很清楚 所以你要在这种过程之中 翻滚你的人生 翻滚你的财富 在股市的赢家 不缺席的观众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在Queen 小老鼠Queen88598填表单 或是打电话 跟我们线上助理去做一个联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